果冬啊 给你们说一下 下午的话 你们可以就吃点西红柿啊 黄瓜之类的啊 都行 西红柿的话 它含有那个维生素啊 补充一下维生素也挺好的 这是就是你们想要下的啊 你们不想要下的 或者就调理一下便秘 或者保持一下的话 正常吃就行啊 大餐前来一条就行 或者是吃特别油腻的 直接来两条啊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你们是顽固体质啊 啥的啊 一定记得来找我 喝上一个星期左右啊 就是没什么反应啊 啥的啊 就来找我就行啊 到时候给你们调整 或者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看体啊 啥的啊 一个星期你们就能感受到 自己有没有看体 没反应啥的 就来找我就行啊 我都不怕麻烦啊 所以也希望你们不要怕麻烦 尽量找我啊 不要乱喝啊 因为它这个果冻啊 一不是泄药 二也不是那个下的药 下的那个药 所以说 一定要饮食合理搭配啊 吃果冻的时候 我已经记得洗脚慢液啊 喝完记得喝是温热水啊 不是矿泉水 也不是凉白开啊 一定水是热的啊 大概在45度左右就可以啊 看见了 最后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